山东 屈父 孔印植在儿子的搀扶下 拄着拐杖咆哮大呼 助手 那是孔庙祭田 无人理会 县衙护科干部 带领农会继续丈量土地 附近站着大量百姓 多数都姓孔 要么是孔家次姓 要么是孔氏底层 他们都是来看热闹的 又过一阵 来了上千手持棍棒之人 这时屈父孔氏各宗的家老 带着自己的家奴 在山洞族人前来阻止丈田 快回去告知县尊 护科立员喊道 清田工作停下来 直至知县毛麒麟道场 县城沿应员也闻讯赶来 另外 还有在附近剿匪的马进中部 也赶忙带着一千青壮杀道 毛麒麟质问道 老先生何故阻挠丈量土地 孔印直说道 此乃孔妙祭田 如何能分出去 毛麒麟说道 就算有什么意义 老先生也该来县衙报官啊 为何要带人阻挠官府做事 老朽求见国县尊 县尊一直不见 孔印直愤怒道 毛麒麟恍然大悟 挨压 真是抱歉 本县刚到辖地 公务实在繁忙 一直没空接见老先生 孔印直拱手说 请县尊收回成命 保留孔妙祭田 毛麒麟叹息道 老先生 这真不是本县能做主的 编户分田乃陛下制定的政策 孔印直说道 山东历经战乱 天灾 瘟疫 人少地多 到处都是无人耕种的土地 县尊就算要分田落户 也可以分那些无主之田 为何非要来分走孔妙祭田 毛麒麟解释 老先生 龙虎山张家也分田了 大同朝廷不能厚此薄彼啊 龙虎山张家 道士尔 怎能与儒家圣意相提并论 孔印直不屑道 毛麒麟笑道 老先生此言差矣 龙虎山张家 还有这屈腹孔家 都是世代相传的幽荣大族 何必非要叫个高下 毛麒麟对丽园们说 分一个是分 分两个也是分 快快把孔妙祭田给丈良分出 请献尊收回成命 老朽亲自去南京觐见陛下 孔印直变得强硬起来 家老们也带着族人将丽园和农会成员包围 毛麒麟顿时脸色难看起来 老先生这是要抗拒陛下的法令吗 孔印直也不想彻底闹僵 拱手说 请献尊赞缓分田 一届等老朽去了南京再说 毛麒麟不再理会此人 转身对马进忠说 孔家暴力抗法 又破坏防疫之令 诱导民众扎堆聚集 马将军 县衙人手不足 请把违法之人都抓起来 若有反抗者 当场格杀误论 孔印直大怒 数子而赶 毛麒麟吼道 动手 毛麒麟是啥样的人 扎草人贴朱熙的名字 一边读书 一边敲打 大骂朱熙误人子弟 这祸有夺成头县之功 混到现在却只是支县 而且跑来疫情重灾区山东做支县 他上得罪皇帝赵汉 下得罪各级主官 还怕你一个大名的衍胜公 马进忠乃西北流寇出身 更对孔夫子没啥感觉 一文一武 两个混不吝 马进忠笑着大喊 抓人 没戴口罩的全抓了 领头闹似的也抓了 谁敢反抗当场格杀 孔星蟹有些害怕 拉着父亲往后退 孔印直却把孔星蟹推开 挺身阻拦士卒 他自负衍胜公身份 认为没人敢动他 呵斥道 我看谁敢动手 枪 马进忠拔刀而出 朝着孔印直走去 孔印直吓得连忙后退 他不怕读书人 却害怕马进忠这个武夫 万一武夫不读圣贤书 这么一刀砍来 那自己岂不是白死了 孔家子弟 都莫要袖手旁观 一个手持龙头藤杖的老家伙 开始煽动族人 老祖宗的祭田 怎能被外人夺走 陛下定被奸人蒙蔽 我等其心协力互助祭田 带衍圣公从南京回来再说 龙头藤杖 是朱元璋亲赐的 属于屈父孔氏族长的标志 屈父孔氏的统治者 有一个衍圣公 一个族长 一个族举 四十族老 衍圣公相当于孔氏最高首领和大祭司 族长为家族最高首领 族举则是具体管理家族事务之人 一般情况下 嫡长子继承衍圣公封号 经过皇帝批准就能上任 族长名义上需要族人推选 但衍圣公拥有一票否决权 由于族举 副族长 实际管理事务 因此可以捞到很多油水 民国报纸 环报道过屈父孔氏买卖族举的新闻 给衍圣公和族长塞的钱多就能当族举 清代也曝出一个案件 族长孔眼黄之使族人 拿着官府的印票 跑去顾安县敲诈勒索 又纵容恶奴行凶 将一百姓砍到重伤兵死 孔氏族长出面煽动 族举也跟着动手 数百上千孔家人 手提棍棒竟将毛麒麟 严应援包围 严应援本来还想给孔家求情 见到如此情况 顿时勃然大怒 手按刀柄护在毛麒麟身边 马尽忠低声问道 毛献尊 到底该如何处置孔家 陛下那边还没个准信 是否要再等等 毛麒麟呵斥道 等什么等 捅了娄子我担着 谁敢阻拦当场格杀 毛麒麟是真的狂妄至极 得罪那么多人 不但升迁迟缓 且被扔到山东 依旧死性不改 皇帝算什么 他又不是没触怒过 只要照张办事 大不了再被撸关 山东 河南属于新战地盘 知府 知州 知县的权力极大 许多事情不需经过司法部门 各级主官就可以全权行事 这时赵汉定下的规矩 把地盘分为四个状态 敌战 战时 新战 故地 前面三种状态 都可以向机行事 但事后必须实情禀告 马静忠咬牙说 既然献尊都不怕 我这个不读书的莽夫 又怎怕得罪了孔家 抓人 一千专门用来剿匪的轻壮 立即跟着马静忠往前冲 衍圣公 族长 族举 族老下的纷纷后退 却被如狼似虎的士族给抓住 而且直接暗倒在地 解下他们的腰带 当场将双手反绑起来 一个个裤带都没了 趴地上搞得灰头土脸 真真是犹如斯文 有忠心护主的加奴 也有脑子不好使的族人 竟想使用暴力救下这些人 啊!马静忠一刀砍出 杀死冲在最前方的加奴 又有几个士族 将暴力抗法的族人砍死 见血之后 其余族人一轰而散 宣教官早就宣讲过政策 孔氏加奴和族人 只要安分守法都可分田 这时还愿意出头的 肯定属于坏事做尽之恶奴 又或者坐拥大量土地者 绝大多数孔氏族人 都八部得分田呢? 祭田 族田属于公产 足有好几十万亩 全被上层掌控在手里 孔氏内部的私田 也会进行土地兼并 90%以上的族人都日子过得很苦 还有无数家奴 殿户 义丁 完全成了孔家的奴隶 生杀与夺 暗无天日 孔氏祭田的殿户 是大明朝廷播发的 世世代代 子子孙孙 都只能给孔家耕种祭田 生存状态类似底层军户 还有一丁 官府都不能争掉他们的姚意 他们世世代代都得给孔家服役 衍圣公一句话就能让这些人倾家荡产 赵汉是来解放他们的 赵汉是来帮助他们的 毛麒麟眼见百姓还很麻木 当即借用盐应援的刀 走到孔氏族长面前 你这司祖挠执法 聚众抵抗官府 该杀 说杀就杀 一刀劈出 把孔氏族长劈得半死 书生杀人就是这般费劲 但孔氏族长的痛苦呼嚎声 却取得了极大的震慑效果 孔家那些高层拳背下的两股颤颤 毛麒麟又是几刀劈下 终于把孔氏族长砍死 自己也被溅了一身血 场面死忌 随即轰然 杀得好 那些麻木的百姓 那些受欺压的家奴 店户 一钉和底层族人 终于知道毛麒麟是真要惩治罪恶 他们 不再害怕了 也不再犹豫了 杀光祖老 杀了衍圣公 我家不姓孔 我家姓张 县尊 户口能不能改姓 我要改回祖宗的姓 呜呜呜 县尊要给草民做主啊 草民的爹娘都被逼死了 毛麒麟转身问颜应元 知道在大同朝廷怎么当官了吗 颜应元看得目瞪口呆 学到了 几千人驻守的县城 颜应元胆敢孤身夺城 却不敢对孔家人挥刀 他因为立下大功 被直接提拔为县城 如今正在学习如何治理地方 毛麒麟的举动 明显把颜应元给带歪了 只要毛麒麟这次不受处罚 颜应元肯定跟着学 大同朝廷今后又将多出一个库吏 毛麒麟又对宣教员和农会首领说 召集百姓 明日进行公审 记住 公审之时 百姓要隔得远些 不戴口罩的不准参加 是 众人齐声应诺 衍圣公孔应职 此刻已经摊在地上 裤裆湿漉漉的散发着骚臭味 I 孔文彪站得老远旁观叹息 她是天启二年进士 做过礼布郎中 也做过河西道副使 丁优奔桑回家一直没再出事 他对大明朝廷早已失望 因此这几年拒绝做官 历史上 孔应职投降满清 还拥护多尔滚的替发令 孔文彪无法阻止 只能上书多尔滚 请求允许孔家人不替发 孔氏子孙可以自由选择发型 于是乎 孔文彪被罢免满清官职 回家之后郁郁而终 至死也没有替发留辫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孔文彪被罢免满清官职